吐司抹上了黄色的芥末酱和地瓜泥之后呢 再加入生菜、苹果和莓果 做成的地瓜养生三明治 搭配上用炒香的有机糙米和综合坚果 所打成的有机糙米浆 这就是民宿主人陈德权和马修慧夫妻 他们准备的幸福营养早餐哦 这对夫妻啊在人生的道路上同心协力 互相成就彼此的事业与志业呢 现在新宿派给大家来 我们要介绍这一对海市山盟的恩爱夫妻 要请他们自我介绍 那么我们需要先请先生 大家好 我叫陈德权 太太 大家好 我叫马修慧 陈先生 陈太太 应该是陈先生 陈太太 修慧师姐 非常的感恩 我们到宜兰来露营呢 就住在他们那个甜蜜蜜的家 他们甜蜜蜜的家的上面是民宿 非常的有风味哦 很棒很棒 然后呢 他们就在早餐的时候呢 民宿的早餐呢 是提供给客人吃的是素食早餐 对不对 对 那今天呢 你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 就是你们民宿的爱的早餐吗 对 对啊 好 那这个爱的早餐是叫做什么 有机地瓜三明治 那今天是先由谁来这个展现厨艺 陈先生 好 那我们就先让主人先做 那要让大家先来看一下 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 地瓜养生三明治 材料有蒸熟的地瓜30克 美生菜10克 去边的吐司面包两片 苹果10克 净丝莓果10克 调味料有 黄色芥末酱20克 早上在民宿的时候啊 是谁 两个一起合作吗 对 我们会分工 分工 分工就是因为 因为如果说是同时来了很多的客人 最多的时候是多少人 大概20几个 30个人啊 所以那要一大早就要起来那个 那个 那个 船 那个早餐 对啊 几点钟 几点钟就要起床 六点就要起床 就来得及 那等那些客人他们就是 七点钟下来吃早餐 吃完早餐就要出去玩了 对不对 大概是 大概是这样 抓这个差不多的时间 前一天就是要准备东西 都传好 对 但是老板娘不一定每天早餐都在啊 我煮完早餐以后才会出去 这样子 对 我很乖啊 师傅有讲 要把家业顾好才能来做置业 你这话说得很对 而且我们真的一定要提醒大家 你看你看你看 地瓜把它 切成小皮切成块切成片都可以 蒸熟 好 然后就把它倒成泥 其实薛惠师姐很难干 还好啦 卡丘讲好 其实你们做民宿做了几年了 五年 五年多 五年多啊 对 所以但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师兄 对 都是师兄 因为我从也是从做民宿的那一年开始培训 所以几乎真的都师兄自己来 假日来的人非常多对不对 寒暑假 对啦 而你又要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做慈祭的培训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忙碌 对 会很感恩师兄的护士 师兄 没有他的护士 师兄有讲了一句很温馨的话 他说什么 他说家我来 很多座你去做 我你把很多座做好就好了 家里的用 有没有听到觉得好 好温馨 而且好有爱的感觉 好啊 好令人羡慕 好 所以说你看 就是真的是愿意这样子护士 你就真的已经是无限感恩了 对 没错 因为我相信很多师姐很羡慕 因为有些家里面的师兄还不见得 对不对 他真的很好 每个人都有志向 他就是 就是志向就是要投入慈祭 所以我就配合 然后支持他 尊重我 尊重又支持 你看民宿 又要打扫 又要整理 好多零零碎碎的事情 对 他事情很多 你都自己用 你都自己主力 打扫请人帮 对 但是其他的这个 对 拔草 整修 都是他弄的 而且整间民宿里面很多的东西 包括硬体建设 弄钢板 盖铁屋 整理庭园 都自己都自己 连那个落地窗也会自己装 你都没在旁边 我都在旁边喊加油 加油 加油 但是他真的就是穿上制服 他就穿上制服去做慈祭了 慈祭 爸爸小孩顾好 小孩也顾好 小孩非常的优秀 猪心酸都是那个 拿到很多的奖杯 那是不是因为你自己是猪心酸老师的关系 或多或少 不过要一直而教 就是他们的老师是姐姐 教他们猪心酸不行 不行 他会跟我画巴拉肯 他会赖逼 他会讲我不要打那么多 我只要打一点点我要干嘛 然后你就让你的 我的姐姐就姐姐教他 姨妈教他 你本来是猪心酸老师 对 那现在呢 现在也是一个礼拜去上两天 还是一样有 对不对 所以你看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讲说 我很忙 我哪有时间来当慈祭志工 你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生煎树子 但是还是感恩这位 感恩师兄 感恩这位主人 这样子的护持你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叫做 养生 养生的一个地瓜三明治 在我们农场自己生产的 它是有机的 它都无毒 然后又没有撒 任何东西 化肥 农药都没有 所以就是非常非常安全 然后这个 这个我们这样子压下来之后 就是要切吗 等等 你要这样 好 来 我们就来放在这边 然后我们就请师兄把他切一下 切一下我们就可以摆盘了 那可以切成四分吗 这个比较不行 这个切四分 切四分比较没有那么漂亮 对 我才不怕人吃 对啦 你不怕人吃 但是我想要吃一口 我不能吃太多 好 这个是非常的营养 但是除了这个三明治之外 你还会搭配其他的什么 那个 糙米姜 糙米姜 对 那是一定会有的 对不对 那个糙米姜的话 就是你负责了 对 好吧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营养糙米姜 应该要怎么打了 来看一下准备什么样的材料 现在我们在录这道料理的时候 先把那个男主人请走 因为我们就可以讲悄悄话了 好 那么现在先要看一下 这是什么呢 有机糙米也是农场种的 哪个农场 我们待在农场 跟大家介绍一下 你们看到这么一个风景美丽的地方 都是这样 这里有稻米田 有 在那个方向 我们都还要来插秧 我们会让孩子 儿童班的孩子去体验插秧 然后比较 对 那边有那个 对 在树那边 这个是我们的有机场面 当然农场的 然后这个地方还有种菜 对不对 那边全部都是种菜 都是有机蔬菜 然后这边还是有香草田 然后种的是香草 在这边赶快帮忙广告一下 这个是在宜兰的什么地方 三星 三星 然后是叫做大爱农场 大爱农场 对 慈祭的大爱农场 然后为了推动让这个地球更干净 清净在源头 我们的食材都要用污染的 对 然后土地跟肥料 对不对 对 那可以开放让人家来参观吗 有 有开放参观 对 那但是如果团体的话 要事先先讲 先预约 对 因为预约的话 我们就会安排 会安排有师兄来导览 会跟你整个介绍大爱农场的那个环境 好 欢迎大家来 我等一下也要找空档去观摩一下 那现在呢 我们就用我们这个有机的糙米呢 就要来做这个糙米浆 所以 要先开火 好 原来你们的那个 民宿的早餐的糙米浆 是用这样子做的 对 就是我们只有用果汁机 我们没有去本 然后就是直接把糙米炒香 这样会炒很久吧 还好 就是这个可以刚好训练我们的耐心 就让它慢慢地把它炒到有香气出 讲一下你的罗曼子小命力好不好 因为大家都非常羡慕 有一个这么好的老公 又支持你做自己 然后又鼓励你这个吃素 但是他的那个鼓励的方式 讲得很好玩 他是说什么 他是说 他是说如果我做的好吃的话 他会跟我一起吃素 所以说你就要努力地学习 对 学习把料理做好他就愿意了 对 这个老公的一句话其实是在鼓励你 对 他不单是自己愿意配合吃素 他也鼓励你要在那个素食料理上面的厨艺更好 更好 对 没错 所以在炒这个的时候火不能太大 对 不能太大 一定要小火 对 小火让它慢慢变焦 好 那在这个时候赶快再跟我们讲一下 听说你们两个人是在爬山的时候 对 爬山的时候认识的 两个人都爱登山吗 对 不过他爬完那座山找到我以后他就没有爬了 你们那时候还不认识吗 我们还不认识 就是跟着 你也爱爬山 对 就跟着空大的那个登山车下去爬 就这样子在爬山的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时间很久 所以你们两个人就在路上 聊天 对 聊聊聊聊聊 对 聊完之后 留下电话 改天继续联络 就是说一直留下电话 然后就很弹得来 然后就坠入爱河 对 所以我就说海事山盟嘛 真的是 然后就听说你在高中的时候 就已经是慈激会员了 对 很难 哪一个高中女生怎么会去当慈激会员 就有人来找 他就说一百块可以做好事 要不要 我就说好 那就从零用钱里面拿出一百块出来做好事 很多高中生他们不愿意 那个一百块对妈妈来讲 可以喝好几瓶饮料 你会愿意省那个钱下来 会 那个时候应该就有那种不失的观念 就很愿意 对不对 可是那当然就是种下一个种子 后面很多的因素就没有积蓄 没有积蓄 对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儿子的关系吗 对 因为想说 因为在三星嘛 嫁到三星对不对 就是在家也没干嘛 早上就是去运动干嘛就只有 然后那个慧莲师姐就来跟我说 那个秀会有那个大爱妈妈 你要不要来听 是 大爱妈妈 对 然后我就想说 好 我来看看大爱妈妈做什么 然后发现在大爱里面真的是可以修炼自己的脾气 就是学到 你本来的脾气 很暴躁 应该也很急躁 是 对不对 是 师兄比较温和 是 所以除了大爱妈妈修炼自己脾气 其实主要儿子也可以带着你一起来上课 对 上课 儿子他就是会 那个时候对 那个时候儿童班就是每个礼拜一天 然后会带他去参与这样子 你看 就这个样子又接上来了 对不对 又开始可以做布施了 对 可是好像那样子能够当培训当委员 又是别人成就你 对 别人成就是因为我的学生家长 他知道 你的诸心算的学生家长 对 他就跟我说 老师你好像有在慈祭 我说是 我有在里面上课 你要不要一起去 他说没有没有 你又来上课 对 然后他就说没有没有没有 我要请你来跟我收功德款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介绍我的那个阿寿给你好不好 我请他给他 他说没有没有 我要你收 你连收都懶得收 对不对 个性急 对 会觉得做得不够 麻烦 会砸了慈激的招牌 所以讲说请阿寿来 但是他说不要 他说不要 他就说要我收 然后我就开齐了 就开始想说一个也收 就开始开口去问 一百块可以做好 对 就一个一个 对对对 所以我们也都要感恩 我们的第一位会员 真的 真的 每个人的第一位会员 真的他是我们的贵人 真的 好 那像这样子炒 要炒到什么程度 差不多了 已经有慢慢有香气了 香气出来颜色也差不多了 对 是不是 对 基本上这样子是熟了吗 就已经熟了 那几乎就是炒到像这个状况 对 差不多 这是 好香 就是说凉了放在一个容器里面 把它保存 然后这个可以吃了吗 这个可以试试看 像这个炒好也可以 可以那个泡在水里面喝 那个糙米水 做月子可以喝 人家说的糙米 糙米茶就是用这个 对 我用这样用的 香香的这样 水烤烤 可以 好 那个 对 我们有的时候会把那个糙米泡水喝 然后就是这样 炒过以后会有香气出 好 吃糙米很好 然后预防脚气病等等的 然后这个就要来开始来打了 对不对 对 来 所以一般人在家里面打的话也是 一般的果汁的话 就是变成会比较 打不动 对 应该是可以 但是就是会有颗粒会比较粗糙 其实那个通通都是可以吃的 有的不喜欢要口感好一点 它就是变成要多一个动作去滤干 去把那个渣滋滤掉这样子 然后先放热水 那要用热水的 马上打了先打先吃 对 那可以把它先像泡糙米茶一样 泡软以后再一起打也可以吗 应该可以 也没试过 应该是可以 因为有些人的那个如果 没有家里没有买到调理机 对 对 那真的也可以试试看 那个泡软之后 就是连同米带水一起打 对 这样子的话 因为要吃到这个米气 就不要把渣渣滤掉可惜了 对 很可惜 对 因为这个都很营养 这个才是营养的 这个要吃就要吃完全食物 尽量不要说是把它过滤的 然后这个 这个 就看要吃多少打多少 还搭坚果 对 这是就是我们的浸丝坚果 有各种营养的 像我们吃素真的是要多补充坚果 然后 然后糖一点点 如果不喜欢吃糖的也可以不用加 不加也可以 对 我觉得我今天不要煎那么多 好 那如果说 喜欢吃煎 莓果也可以放一点吧 可以 应该都可以试 好 就是喜欢吃什么都可以加 好香哦 好了 打一打 它那个香气冒出来了 香气就有出来了 对 好香哦 要倒在哪里 微姐 倒在我这里倒一碗就好了 如果可以家里有花生的话 可以放花生更香 你是不是把花生放进去打吗 对 对 花生再加一把花生进去打 小心烫 好好喝哦 喝下去感觉上好补哦 没有想到说就这样子简简单单的 它让你会有一种幸福跟满足的感觉 对 我昨天住那间房间叫什么 幸福满屋 我觉得你们家整间都是幸福满 感恩 非常的感恩 也祝福你们 好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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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地瓜养生三明治 做法是蒸熟的地瓜倒成泥 苹果洗净去皮切片 两片吐司面包 依序均匀地涂上了黄芥末酱和地瓜泥来备用 取一片涂好的吐司 铺上每身菜 苹果片和净丝莓果之后 再盖上另一片吐司就可以了 坚果 糙米 姜 做法是有机糙米入锅中 炒约20分钟至香味出来 用500cc的热开水倒入调理机中 再加入炒熟的糙米 糖 和净丝综合坚果打匀就可以了 环保要做得好 亲近在源头 大家好 我是特派员关嘉宇 今天我来到了宜兰三星的大爱农场的环保站 跟这些环保志工们一起来做资源回收 那么在这个同时我们的另外一头厨房里也有香气志工 很努力的料理好料的要来慰励我们这些环保志工 但今天我们的料理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走 占地七千多坪的慈济三星大爱农场 是当年全宜兰最早的共修地 但是因为卫处交通较为不变的地方 所以当罗东联络处启用之后 它也就转型成为大爱农场的模式 成为经营有机农业无独绿色家园的示范地 那我们大爱农场现在除了说种菜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功能 种菜还有也有种水稻 有种地瓜 还有环保站 一个礼拜一次的环保日 许多环保志工把握机会 就朋友一起来付出 大家万一要低头努力 大了冬 小了冬 老到全身去担高高 却还是欢喜满满哦 做完博作从无缘络 大家都在家里应该 带他们出来做 没有在家里真的浪费时间 环保志工努力的付出 我当然也不能够隐隐没问题啊 于是我跟着师姐夏天去 采摘新鲜有机蔬菜 来慰绕大家的胃哦 这边就是我们大爱农场的 其中一块菜园哦 对啊 好 那你今天要带我来采什么 拔个地瓜叶 拔个香菜 还有九层塔 无独的种植方式 满园子的蔬菜当中啊 瓢虫等等小昆虫 是欢乐心细其中啊 而采完了绿色蔬菜拿起工具 现在我要和师姐一起夏天去欧寒吉 现在是要去哪里 这啊 这就有了 这里面就有了 我不知道说要买买买买 是要用这一架的 对啊 好 现在去看看 要去看看 要去看看 要去看这一架 要去看这一架 去看这一架 有这个啊 嗯 有了 有了 你看 有了 啊 这大条啦 有看不 哇 我生平第一次挖的寒吉啊 我这看得多吃的啦 很好吃啊 这个白皮黄肉的很好吃 它平间啊 那一边吃又是大的 这样子 你大概就在这一架 就在这一架 就是地瓜叶 花菜 花椰菜这样 惠林师姐的料理 除了美味 却还有着满满体贴 环保志工的心意在里头 因为我们这个环保志工 有都是七十几岁 有八十 八十二的都有 然后就是年纪比较大 牙齿比较不好 这些菜都会煮得比较软 比较烂这样子 最主要是说 它们能够配得下 然后又有营养这样子 吃蚊子是很健康的 是真的很好吃 菜都每天都吃到吃 所以我们都吃到不太饱了 你才吃年纫 年纫 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它们每天会吃 每个星期都吃得很好吃 给我们吃 菜费也不错吃 那个大碗大碟 大碟大碟 那个也很好吃 因为可以跟大家结好缘 很棒 很有 然后看他们都吃光光的时候 会很有成就感 煮的那个师姐 就是他们每个星期都很用心 所以我 暖天有暖天的口味 冬天有冬天的口味 我都说 你来那儿做 做做做 又吃点时间再回去 这样多好呢 现彩的姜炒地瓜叶 素瓜子肉 客家小炒 炒白花盐菜 卤油豆腐 搭配上地瓜西饭的 家常口味料理 最后再来个地瓜汤 让环保志工 各个满足在嘴里 温暖在心里 如今呢 慈济三星大岸农场 透过环保和有机无毒农园 正在告诉大家 善待土地和自然 才是爱护人类的最佳方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